特別注意,剛剛主要啦 我是覺得 Debutable Super 裡面主要兩招就夠了啦 一個是Find 一個是Find All 那Find的話只會找一個 第一個啦 OK,可能很多個 他會找第一個 或者是只有一個,你用Find 可是如果你有不只一個 你用Find All就可以 所以這兩招 其實就很夠用了 那主要是針對標籤 或者第二個,還有類別 Class,後面會講 第三個ID啦,大概就三個 就是標籤、類別跟ID 主要是標籤跟類別啦 其實就很夠了啦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進階 複雜度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這個爬蟲部分 這個水非常深 因為網路其實有所謂的爬蟲 當然有所謂的反爬蟲 反爬蟲 你要抓,我不跟你抓 對不對,我還用很多方法 讓你看得到 可是卻抓不到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啦 像那個Google網站 其實也蠻常會這樣做啦 OK,只是說我們針對的 主要是一般性的網頁 好,那比如說呢 我抓起來,我希望 把123抓出來的話 那就這樣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 把它改成回圈的話 應該會打一個什麼 4i in range 然後你就0.3 OK,然後冒號一下 那抓第一個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就把它改成i OK,這樣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那個 裡面的每一個 逐一的就把它print出去了 OK,執行一下 有沒有,123就有了 OK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更聰明一點的做法啦 各位有沒有發現 Hallover的123 它除了放在p裡面之外 它其實也放在這個body 所以其實啦 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根本不用了麻煩 其實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用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sp 就是Beautiful Sub 點fine就可以了 fine什麼呢 fine你裡面的話 那就給它一個fine這個body 就不就OK了嗎 如果你finebody的話 那把它print一下 把bodyprint一下 那當然你執行的話 一定會是什麼 有沒有,123 而且還有這個 你如果不要標籤的話 你就把它加一個.test 不就OK了 有沒有 這邊你如果沒有加.test 它出來的是有標籤 可是如果你加一個.test 它就把你把標籤拿掉了 那不就好了嗎 123 對,OK 所以跟各位講喔 你要抓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只是 怎麼講 單一方法喔 有的時候喔 你要抓的東西 可能那個沒有什麼特徵 你可以向外一層 有沒有 如果向外一層不OK 再向外一層 你就可以抽絲剝繭在裡面 或者是可以分階段抓啦 不是說一次就抓完了 不是說一次就抓完了 你可以一層 一層的去抓 那很多的網頁喔 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反正第一個 你要知道標籤 你要抓的標籤 那通常喔 大概是標籤 大概是table啦 不過現在很多的網頁都不用table了 都用DIV了 有沒有 都用那個板塊的 所以將來你要抓 可能大部分都DIV比較多 也有table啦 不過table現在越來越少了 OK 所以第一個喔 然後當然 如果你用body的話 就不能挑第幾個 如果你要挑第二個的話 很抱歉 你就只能用什麼 用find all 然後呢 find all之後的話 再取中瓜虎一 才會取得第二個 OK 好 這第一個範例 那這個我想 你們自己再練習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 再開一個 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我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範例2 會增加所謂的ID跟class 你會發現這個 又比較複雜一點點 它的網頁就長這樣子 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網頁標籤裡面 它有 P後面還有一個ID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 還有class 又有ID 所以如果 我要抓的是 我是段落1的話 除了可以用P之外 你也可以用ID 也可以 如果是段落2的話 還可以用class 所以呢 總共會有三種方法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把資料給抓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把 第四頁這邊的範例2 這一段程式先把它複製一下 先開一個空白 貼上好了 OK 放大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抓什麼 我要抓我是段落1 其實主要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 當然 你可以用fine 其實fine 我看這裡面有P 其實你這個地方可以 假設段落1的話 其實直接用fine也可以 因為fine的話找到第一個 它剛好如果我是段落1 那剛好就第一個 OK 如果你用fineo可不可以 也可以 fineo的話 但是你後面要加中瓜虎0 才可以抓到我是段落1 或者是另外有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用fine 另外有個方法就是你可以用id 如果說假設你用id的話 那你變成要用大瓜虎的方式 裡面給他id的名稱 或者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你給class 所以假設我如果今天我希望抓的是我是段落1的話 那當然我就先print好了 比如說我要抓的是我是段落1這個地方 那幾種方法 第一個sp.fine 然後fine的話fine什麼呢 fine這個p 那理論上因為我剛剛講過 fine的話它會抓到是第一個 所以一定會抓到我是段落1 所以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會把整個element都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我要裡面的資料的話 一樣點test ok 然後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就會直接留下裡面的資料了 有沒有我是段落1 那除了用這個方式之外的話 當然除了用fine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fineo 底線o 有沒有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是fineo的話 記得要中國阿虎 0 0的話 因為它fineo 這個裡面有兩個 所以如果 其實不管是一個還兩個 反正你只要fineo它回來一定是串略 所以你一定要加中國阿虎 那執行的話 一樣也是我是段落1 還有沒有別的方式 除了用這兩個方法之外 其實呢 你因為它有id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id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fine 我們用fine好了 fine的話呢 這個後面的話 這個後面好像多了 這些不用 ok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 我看這個後面後刮戶 等於是多了一個參數 然後我是p1 因為這個是p1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用id的話 可以這樣的方式 那個id 然後呢 它的p1.test 把它執行一下 沒有 這個應該在這裡面 點test 放錯位置 還有一個fine 記得這個地方語法 加了一個這個嘛 有沒有 然後後面一樣點test 取出它的文 它裡面的字 那你會發現 這邊一樣 我是段落1 所以呢 就是多了這個啦 有沒有 多了這個敘述 就是它的id 當然如果你要 我是段落2的話 就是把這個id 改成p2 比較好 因為它上面的id 是p2 有沒有 我是段落2 其實除了說 利用那個id之外 如果你要抓的是 就是 那個什麼 就是 我是段落2 你不要id 其實它多了一個class 所以如果你要用class的話 你直接把這個class的名稱 直接把它放在第二個參數 所以它的順序一定是 它的標籤 它的class OK 這個是它的標籤 這是它的class 然後呢 這樣抓到的話 一樣會抓到我是段落2 有沒有看到 我是段落2 所以如果你要抓我是段落2的話 其實至少有三種方法 有沒有 第一個是用find all 中括弧 給1 第二個的話就是用id的方式 第三個可以用什麼 用它的class 其實一般最常用的 其實這是標籤 其次大概應該是class OK 所以再其次再是id 所以大概這三種 基本上就夠用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的話是範例2的部分 畫面剛剛沒切 試一下這個部分 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 看起碼 好 我的 好 感谢观看